今天您不那么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随着国内的疫情逐渐平稳 口罩令其实也是逐渐的解禁了 那么制造口罩的工厂 现在也要来转型 在台中有一间口罩工厂 因为需求量减少 为了要存活 业者就拼转型 不仅是成立了物流业 还有制兵业 还将旗下的员工 人力转移 灵活运用 未来业者还将规划成立食品厂 还有冷链物流 多角化精英 制兵厂内机器忙着制作冰块 技术人员在旁忙着监督检查 确保运作正常 接着装袋包装成箱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这些工作人员 之前可都是生产 国家口罩队的员工 比较不适应的是温度 很好的转型 因为饮料 咖啡 这些都需要用到冰块 原来这间公司 原本是在做印刷 民国88年成立 后来前两三年 因为疫情肆虐 投入了口罩生产 全盛时期光是员工就有三百多人 但随着疫情逐渐控制 口罩需求大不如前 减产了六七成 为了生存 业者积极转型 投入开发新产业 提议我们 是不是能备合他们来制作冰块 还有帮他们送物流 如果把这些人力挪来这里 就不用裁员 因为卖口罩 因为机会下和超商搭上线 之后业者不仅成立了制冰业 还成立运输物流 斜杠经营 印刷工厂的员工 本身就是工厂的技术底的员工 所以来乘坐这个冰块工厂 跟做这些物流车队 衔接大致上是没有任何问题 从印刷到口罩 再到制冰和运输 业者将旗下的员工灵活运用 免去裁员的窘境 业者还说 目前他们正在规划 成立食品厂和冷链物流 将会扩大多奖化经营 介绍吴祥三台中报道